哇 帅气 喂 音乐卡点卡的很水 要不要多多点谁呢 三二一走 我 魏英洛 天生脾气泡不好惹 魏英洛你疯了 俯茶俯和你疯了 大家都无论 高菲菲也疯了 谁说的 我自己做的都是 真的假的 真的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 三二一走 我少学之前 周凯哥 我看过这个 我看过这个 真的 人家的朋友 谁呢 三二一走 明晴晨 突然 到此 你几岁的时候发现你有搞笑功能 我也不知道 我小时候就特别内敛 我不说话的那种 真的 因为我爸是一个特别严肃的父亲 所以我小时候就发誓说 我以后一定不要找一个这么严肃的人当老公 然后我就说我找不到那么搞笑的 那就把我自己变得搞笑好了 就是给大家带着慌闹 我就会很开心 其实是这样子的 像孟晨这样的性格 通常比如说我们在心理学里面 像这样的性格的人 是在他的家庭当中的氛围是非常严肃的 他随时都想活跃气氛 因为他很怕 就是回到他的原生家庭那种严肃的气氛当中 对 厉害 又输到我的心口里了 对你在真的让我们很开心 他是开心过 他在哪个团 哪个团其实都气氛特别好 气氛担当 没错 然后我想说一下 我就是来这个节目的收获 我就是来这个节目的收获 就是我 我就是 好好说话 说自己的收获的话 就是用四个定来形容 就是什么定 什么叫定 第一个定是 就是我参加那个solo舞台的时候 然后得到了这个老师们的肯定 然后自己也还满意 所以就是肯定 第一次公演 完了大碗宽变的时候 我就是不太确定自己是否适合女团这个标准 但是大家给我的回馈 就让我更加的笃定 第三次公演 虽然我被淘汰了 但是让我更加的渴望这个舞台 所以我非常的坚定 这次复活赛 最后的结果不一定 可是 我确定 肯定 以及一定 就是 是 你这七个定了 就是 没有 已经收获了 就是很好的小伙伴 很好的姐妹 所以我们的情谊 是命中注定 哦